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12月22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是由中美军事高层破冰的一个通话 从这个话题来说起,来说一下中美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消息传来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发布了这个消息 并且发布了它的具体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国防部关于这个事情的新闻稿是怎么说的 国防部所发布的新闻稿的题目就是 刘震丽与美军参联会主席视频同化 那么内容呢就是12月21日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震丽 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了视频通话 刘震丽说呢,中美两国元首就金山会晤 就恢复两军沟通交流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两军应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开展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双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发展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两军关系 关键是美方要有正确的对华认知 前提是美方应该切实的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重点是推进务实合作增进相互了解 那么以上的这段话就是一个严谨一干 精准的说到了两国关系的这个关键点 而且呢,等于说对美国的问题是一个诊断 不是要方式诊断啊,告诉你啊,你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一针见血啊 这其实呢,并不是说让美国更清晰起来 这就是美国有意这么做的啊 这是美国诚心啊,这么做的 中国呢,给你指出来的目的就告诉你说呢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知道的啊 你别觉得好像我们不知道知道 然后呢,刘震丽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 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当切实的尊重中方 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啊 这个新闻稿里面呢,就是这么两段啊 那么第二段呢,很显然 就是关于居体问题啊 一个就是台湾问题,一个是南海问题啊 都是你美国在背后呢,搞事啊 你美国最好是谨言慎行啊 台湾问题是纯属我们的内政问题 就点出来呢,中国军队是决心很大的 中国军队呢,有决心,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再兴风作浪呢,也是没有用的啊 你兴起来的风,做起来的那个浪啊 对于现如今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实力来说呢 根本就不算事啊 另外关于南海的问题呢 中国反复强调 中国是在行使自己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 你美国在这里搞事呢 你最好是小心一点 破坏这个地区稳定的就是你美国 因为你美国呢,老来搞的事儿 这个地区呢,才不稳定的啊 如果没有你美国的话呢 我们这片说实在的啊 是非常祥和的一个大家庭 这就是呢,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震利 和美国的美军联合参谋总会的主席布朗 进行的视频对话啊 中国方面所公布的内容 中国为什么没有公布 他说啥啊 他就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啊 我们想就能想到美国会说些什么 第二呢就是中国不在乎你说什么 你爱说啥说啥 我就是跟你交代清楚了 交个底,把这个底就交给你 你不是老想探听中国的底吗 这就是中国的底线啊 中国的底线呢 其实一直都是名牌的 没有什么遮着眼着的啊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啊 美国以及西方的各大的主流媒体呢 也都进行了报道啊 那么他们报道的这个口气呢 就是一个是替美国做传声筒啊 就是呢 向中国啊 说一些狠话硬话啊 进行威胁啊 另外一方面 他们所体现出来呢 我看到美国之音啊 就说中美两国呢 这个两军启动这种高层沟通啊 实际上在两国分歧巨大的前提之下 这样的沟通呢 一点用都不管啊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千疮百孔的 伤痕累累的啊 每个伤口呢都是很深的 鼓鼓往外冒血啊 并不是说擦伤衣伤啊 切一个创可颠就完了啊 这种鼓鼓往外冒血的这种伤口啊 你这种沟通无意是贴创可颠 我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新闻稿 这个报道里面啊 就是这么一个忠心思想啊 我想说呢 两军的这个沟通啊 中国早在老姚婆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 事先就提醒你啊 你不能这么做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 那等于说你就疯了 对不对 但是美国不听啊 就非得这么做啊 老姚婆就去了台湾 那中国立刻就斩断了和美国啊 是七个沟通渠道的这个沟通了吧 其中就包括这个军事啊 后来慢慢的呢 有些渠道呢就恢复起来了 那么这个军事高层的沟通呢 就迟迟没有恢复 是美国哭着喊着啊 非得和中国进行这种高层沟通啊 你美国之音说什么 中国贴上什么创可贴 对不对 中国不想给你贴上创可贴 中国根本就不想给你贴上创可贴 是你美国非得要求的呀 中国对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呢 是非常清醒的 中国这清醒呢 现在啊 不只是在高层啊 就是在各级政府呢 现在习近平也要求大家呢 都要清楚啊 都要清醒啊 比如说哈 就在今天 我看到新华社呢 又发布了一个长文 报道了一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样的 说中国中央政治局啊 于12月21日到22日 也就是呢 昨天和今天啊 召开了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 请注意啊 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民主生活会 中国呢 就在告诉世界啊 中国的这个体制呢 是一个民主的体制 你最好静下心来来观察一下啊 中国的民主体制 和你美国的那个民主体制啊 有什么不同 对吧 不能光停留的说啊 一个这个大帽上啊 是起一个什么名 你要看到它实质是什么啊 那么新华社的这个信号稿里面 接着说 聚焦学思想强党性 重实践 践心功总要求 对照 宁心助魂 助劳根本 锤炼品格 强化忠诚 实干担当 促进发展 践行宗旨 为民造福 连接奉公 树立新风 具体目标 一定要具体化啊 光有这些大的指导思想还不行 光会养成这些作风呢 还不行 你得有具体的目标啊 你得付出实践呀 然后接着说呢 按照 以学助魂 以学增志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的重要要求 联系中央政局工作 联系 带头 旗帜 鲜明 讲政治 带头 学懂 弄通 坐实 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思想 带头贯彻 党中央 决策 部署 带头 践行 宗旨 为民造福 带头 履行 全面 从严治党 责任 等方面的 实际啊 总结实际 查百不足 进行党性分析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啊 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这就是那一个啊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 教育 专题 民主 生活会 这是一个生活会啊 学习的呢 就是习近平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啊 习近平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 这个思想呢 全世界都在研究 都在研究 中国的成功 经验是什么 谁都想 照着 中国的这个葫芦呢 画出一个漂亮的瓢来 谁都在学 知道吗 那你中国的这些个领导层 如果连这个都不清楚的话 那我不就成了说 墙内开花墙万象了吗 对不对 然后呢 说会前呀 有官方便做了认真的准备啊 请注意这句话啊 我听这个新闻 这是整个的新华社啊 发布的这个文字稿 而中央电视台 今天的新闻联播里面呢 它第一条新闻呢 就是这个啊 它是全文播放的 当我听说呢 中国方面做了认真准备啊 这个呢 我就知道 这一次的民主生活会呢 它是有准备来的 你不能说你啊 光带着一个脑袋来了 来了以后往那一坐啊 就跟那个猫看电视似的啊 你经常看到呢 有的人家里养猫啊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那猫也跟那看电视了 对不对 他能看进去吗 他能学进去吗 对不对 瞎看而已啊 那么你啊 这些官员你来开会 你不能光带着脑袋 你就跟这混啊 混完了以后 没准啊 混顿饭 然后就回去了 永远不行 这回呢 就是事先让他们就做好了准备 啊 做什么准备呢 说呀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与有关的负责同志 谈心谈话 听取意见和建议 撰写发言提纲 就是事先的时候呢 中央政治局啊 已经是和他们谈话了 那些负责同志和他们谈话啊 来谈心谈话啊 就是跟他们进行交流 看他们认识的够不够啊 完了以后呢 让他们写出来这个发言提纲 你在会上你想发什么言啊 你得有一定的深度啊 不然的话呢 这个会议也达不到效果啊 然后呢 这个清风稿说啊 会上先听取 关于党的二十大以来 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 关于党的二十大以来 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啊 先是听取了 对这两个报告的这个情况啊 一个是八项规定 一个是呢 整治形势主义 不要老搞这个形势主义 所以呢 这回啊 事先先问问你啊 你想清楚了没有 有没有认识 有什么样的认识啊 你在会上呢 要把你的认识呢 要表达出来啊 然后你事先呢 你就写好这个发言提纲啊 别没准备就来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然后呢 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呢 逐个发言啊 围绕着会议主题 对照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中国中央政治局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实施细则 认真 查白 深刻 剖析啊 开诚不公 坦诚相见 气氛呢 严肃活泼 受到了 预期的效果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 聚焦在六个重点 一是呢 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的自觉 坚定 最关键呢 我听了啊 这六个口号 其实是 以前都有 但是呢 这一次啊 就关键是 自觉两个字 你不能说啊 有样学样 你不能光学话说 你不能光重复 习近平的这个话啊 然后呢 下一段就说了 会议强调啊 今年是全民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 也是三年 新冠疫情防控转断以后 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 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 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坚持稳中囚禁 工作总基点 请注意啊 就把这个 顶住外部压力的 放在首位啊 现在对中国的考验呢 真是 外部压力 是非常严重的 一件事情啊 然后呢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呢 一致认为 一年来的实践 再一次的证明了 两个确立 对于我们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进中国式 限量化建设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啊 全党 全军 全国人民 必须深刻领悟 两个确定的 决定性的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 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 明年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 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之道 全面的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的 总基点 我们从这个来看哈 就是呢 就是台湾的这件事情啊 尤其是武统台湾啊 能够看出来 中国这个中央政府啊 就是能不去办那件事呢 就不去办那件事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美国呢 在这件事情上呢 不断的在进行 渲染挑拨煽动啊 能够看出来 美国实际上呢 他在这个世界上 煽动一些个地区的军事冲突啊 发动一些热战啊 搞一些代理人战争啊 那么他现在最想打的 说实在的 就想把中国拉入战争 就想把中国拉入战争啊 这两天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啊 就是呢 美国参议院呢 有一个共和党的啊 一个反华急先锋议员 他叫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呢 最近发表了一些讲话啊 那么他这个讲话呢 我在这插一下啊 就是美国之音啊 也在昨天的时候 就已经是发布了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里面啊 我就看出来了 这个美国之音 他都不能自圆其数啊 他都不能把习近平的态度啊 和这位疯狂的啊 这位资深的 共和党的议员的讲话呢 给他联系到一起 因为他是之间啊 是没有一个逻辑的 是没有这个客观支持的 让你就感觉啊 这个格雷厄姆啊 就好像一个疯狗一样啊 现在呢 我先把这段给大家插一下啊 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就说了啊 这个报道呢 就关于格雷厄姆的 说的这段话啊 现在在西方的各大媒体上 都在转载 都在讨论啊 都在煽动 都在渲染啊 就那些海外的恨国党们呢 也都抓住了一个关键词啊 他就是炼狱级的制裁 这个关键词 我们来看这个美国之音怎么说的啊 美国之音就说了 一位美国国会资深的 共和党议员表示 将推出一项 对台湾提供援助的 军事补充法案 同时呢 他还向北京发出了警告 表示说 如果中国对台湾 采取武力入侵行动 国会将会祭出炼狱级的制裁 予以回应啊 你从这个我刚才所给大家读的哈 介绍的新华社的那个新闻稿 对吧 那个民主生活会对不对 你从哪看出来 中国呢 是专注于就想打仗的呀 你从哪看出来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美国真一说了啊 说美国NBC啊 在20号的时候啊 曾经独家报道 这都是基于这个美国NBC 在20号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啊 他做了一个独家报道 他报道说什么呢 他说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和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啊 在旧金山会面的时候啊 直言不讳的表示说 北京将会统一台湾 但是实际向未决定啊 这是这个星期三的时候 NBC所报道的 实际上这个呢 之前啊 就在他们两个会面的时候呢 关于这件事呢 已经我看到有报道 可能当时那个报道 没有引起这个重视 或者说呢 当时呢 有一些人呢 还没有准备好 来就这个事呢 进题发挥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真一就说了啊 报道引述了三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 话说 习近平在一场有12位美中官员的会议上 就告诉拜登啊 中国更偏好以和平的方式来统一台湾 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这不是习近平一直在说的话吗 是不是 中国更偏好以和平的方式来统一台湾呢 习近平呢 在有12位美中官员在场 的情况下呢 就告诉 然后呢 这个报道指出说啊 中国官员 还要求拜登总统啊 在峰会结束以后 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表示 美国支持中国和平 统一台湾的目标 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白宫 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啊 这就是NBC的报道 NBC的报道 他说是挑事啊 对不对 他先是说呢 啊 煽动性的 说在这个总结性的那一句里面啊 把和平两个字给去掉了 说直言不讳的表示 北京将统一台湾啊 他把和平两个字去掉的时候呢 这个就暗示着啊 告诉人们说 习近平表示说我们会武统 他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如果人们读这个新闻 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啊 脑子里就有印象了 习近平呢 就是威胁拜登 就是威胁拜登 那么在往后来看这新闻的时候 如果不认真看的话啊 就忽略掉了这些和平两个字的话呢 他们就会觉得说呢 习近平啊 来威胁我们 白宫拒绝就拒绝对了 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而事实上呢 他前面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一句话啊 结论性的一句话 下面才说的是 具体发生了什么 具体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在12位中美官员在场的情况下 告诉拜登 我们偏好于和平 来统一台湾啊 如果你配合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是和平啊 我们希望和平啊 我们不希望武统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习近平就要求拜登 他说啊 你最好能发一个公开声明啊 就表示美国是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的啊 不支持台湾独立的 可是呢 白宫说是啊拒绝了 现在官员就告诉NBC说啊 白宫拒绝了 白宫拒绝了吗 白宫拒绝了吗 不是这个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以后啊 对外又重申了他们的四不一无一吗 不是重申了他们不支持台独吗 是不是呢 他没有明确的说反对台独啊 美国一贯呢 用的是这种语言 对不对 他没有明确的说反对台独 但是呢 他明确的说不支持台独啊 四不一无一啊 对不对 现在格雷厄姆就出来炒作了 对不对 格雷厄姆呢 他也是星期三啊 发表的讲话的这个声明的 他发表的这个声明 就和美国呢 所谓的不透明的几个官员啊 向NBC来透露这个 他们是不是事先通气啊 讨论好了 捏过好了 要做这件事情呢 啊 我们不管他捏过好不捏过好啊 这个格雷厄姆呢 他就和那个NBC报道里面的 这个具体内容 他对不上号啊 格雷厄姆呢 就跟疯了似的啊 发表了星期三的这个声明啊 美国之音说 以极度令人不安 来形容这篇报道的内容啊 就如果说上面的这个内容 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呢 有什么令人不安的 然后呢 美国之音就说了 这位参议院资深的共和党人 接着就警告中国了啊 跟疯了似的 说武力翻台的结果 将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 哎 你吓唬谁呢 你吓唬谁呢 就是普京啊 发动的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啊 什么严重后果 什么严重后果 我就想说啊 美国就是全方位的啊 立体式的啊 围绕俄乌冲突 对这个俄罗斯发起来了进攻 一方面呢 他在背后啊 给武器啊 给钱 让这个乌克兰在那和俄罗斯进行热战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在舆论上啊 就把普京呢 说成是恶魔 说成是侵略者 对不对 然后呢 在经济 科技啊 对俄罗斯发起的这些制裁 是前所未有的制裁啊 就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连那个猫都制裁了 就连那个蜡像管都制裁了啊 试图呢 想搞垮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啊 想把俄罗斯的卢布呢 给他搞成一张废纸啊 俄罗斯的卢布之前的时候 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啊 又不是没有经历过那个过程 对不对 美元和卢布的这个汇率啊 迅速的就贬值 对不对 贬成了一比一百 迅速的贬成一比几百 对不对 然后呢 就突破一比一千 突破一比几千 对不对 那会儿卢布真的成了废纸了 这次的欧冲的本来啊 美国的享有用心 就想把卢布呢 再一次呢 给他就是告成废纸 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 啊 卢布仍然坚挺啊 卢布就在一夜之间突破了一百五啊 确实当时有那个趋势啊 但是呢 聪明如普京啊 聪明如普京的那个团队啊 说他团队有一个女的啊 特别厉害 然后呢 他就有了这个反制措施啊 急转直下啊 由一美元兑一百五啊 马上又转回来了 又降到一百以下 降到九十以下 降到八十以下 降到了甚至在俄欧冲突之前的 那个七十五还要低的一个水平 然后现在一直都维持在这个水平啊 对不对 当时我就说了 美国说呢 他要通过这个热战的把俄罗斯拖垮啊 那么这个战争又何尝不会拖垮美国和他的盟友呢 现在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对不对 受伤最严重的是谁啊 受伤最严重的是他的盟友欧洲啊 是欧洲 欧洲的企业 欧洲的商业 欧洲的经济 欧洲的老百姓的生活啊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啊 如果说后果严重的话 是谁的后果严重 是不是 俄罗斯呢 因为和中国的关系啊 密切 使得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额呢 一突破 二突破 再突破啊 在2023年啊 本来他预计说到2024年底啊 将要突破双边贸易 2000亿美元 结果呢 2023的前十个月 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了 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了 前两条我不是跟大家说吗 俄罗斯 现在又制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啊 说到2030年 是吧 突破3000亿美元啊 300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3000亿美元 就是美国的一半了呀 对不对 俄罗斯才多少人呢 俄罗斯是多大的一个经济体啊 是不是 现在呢 俄罗斯都想啊 和中国进行合作 或者委托中国 对他的远东地区啊 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 对不对 都希望呢 给他振兴起来 是不是呢 啊 你格雷厄姆说的是这样的严重后果吗 好怕怕呀 对不对 格雷厄姆又说了 说如果你认为 你可以以霸凌的方式破坏世界秩序 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那你将让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 看起来很明智 就是格雷厄姆哈 我就觉得说哈 美国人就过于自信了 长期以来呢 就美国 他的确是啊 独霸世界 就让每一个美国人啊 你要去美国的话 你去感受一下啊 你就和任何一个美国人啊 不管他的生活有多悲催啊 你就是你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就是他的脸上 他从骨子里 从心里面 所散发出来的那种自信啊 那种迷之自信啊 就让你觉得说 这是从哪来的呢 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长期啊 在世界上啊 是一个霸主的地位啊 就他自己说了 他认为可以以霸凌的方式啊 任意的破坏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啊 是我制定的 这是美国 这是我制定的啊 你看呢 美国的那个记者啊 经常在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啊 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上说啊 说你有没有告诉习近平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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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们的领导人就说 我盖他了啊 我盖他了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啊 然后呢 他就说行了 盖他就行了 都是以这么一个姿态 这么一个态度啊 狂的不得了 就这格雷恶母啊 你看他有多么的狂啊 他说啊 他表示说啊 他支持一中政策 但也支持自由和民主啊 他支持一中政策 但既然他是一个中国 你管着吗 对不对 再就是呢 支持民主和自由 谁不支持民主和自由啊 你支持的民主自由 只不过是你只支持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这个自由意味着美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只意味着这个 你所谓的民主呢 就是只有美国可以啊 以凌驾于他的人民之上 以他人民的口气啊 代表他的人民啊 实际上人民 他们的生活 Miserable啊 他们都不管啊 在世界上啊 发言 他们所说的话呢 哎 就是民主的 就是自由的 他呢 就是一个神的存在 对不对 他表示说呢 他可以 毫无疑问的说 牛啊 真是牛啊 哎 我告诉你啊 我毫无疑问的说 在对抗反民主的中共政权上 国会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啊 前一阵呢啊 是谁啊 是哪一个国家的国会议员 两党议员啊 一共六个人 三个民主党 三个共和党啊 到中国去访问 对不对 他是他参议院的多数党领事的 这个舒默率领的代表团啊 舒默是这个民主党啊 可是他带领代表团里面 可不光是民主党啊 有三个民主党 有三个共和党啊 啊 出席的一致 他们跑到中国去 对不对 见证了中国啊 接受了习近平的一通训诫 然后呢 就回来了 然后呢 是谁哭着喊着 非得让习近平到你美国去啊 去参加你们的那个那个什么什么会 对不对 玩了以后呢 你还清水破街 清理这个低端人口啊 让习近平去 去了以后呢 你们又召开盛大的那个欢迎晚宴 在欢迎晚宴上呢 你们那些人啊 那副浓言必息 对习总的那种崇敬的那些语言 那些体态 那些表达啊 是谁 那些说的话的是 是你们说的话吗 还是你们放的屁 你跟我说说看 对不对 然后那个格雷欧我们又说了 我将与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合作做两件事 我们来看看啊 他要做两件事啊 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啊 你为台湾 台湾啊 轮得到你吗 你都说了你支持一中原则 对不对 一中政策 那人家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是中国的 这是中国的内政啊 美国还一直说 台湾啊 要大选了 中国政府呢 对台湾的大选呢 介入大选 干预大选啊 如果说介入大选 干预大选的话 还有你美国更介入 更干预大选吗 台湾的大选就是你说了算 谁 尤其是那民进党啊 就是包括国民党 包括那个其他的那个党 这个柯文哲都一样啊 那么要参选的时候 还得跑到美国去请示 是谁在干预台湾的事务啊 对不对 轮得到你说话了 对不对 说第一啊 要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实的军事补充法案 第二 曹尼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 如果中国采取行动 夺去台湾 将会面临有关结果 作为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 首席共和党议员 格雷奥姆 在声明当中是这么表示的 那么这就是啊 星期三啊 发生的围绕中国台湾 这两件事 一个是NBC啊 发表了一个报道啊 透露一些啊 内幕 习总呢 到美国啊 好像是说呢 他要求这个拜登来做事 拜登没做 好像碰着一个大窝窝啊 然后呢 现在这个格雷奥姆 又发狠话 发毒誓 对不对 就是这个星期三 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啊 然后呢 中国怕吗 中国怕吗 那前面 咱们不是已经说了吗 对不对 那21号 星期三就是20号啊 然后呢 21号就是星期四啊 美国邀请的 美国一级请求 你跟我通话 你跟我通话吧 然后星期四参谋长说 行我给你通话话啊 然后通话呢 又再一次的 对他提出来了警告 提出警告 那么今天呢 我刚才给大家读的呢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啊 召开的这个民主生活会上面啊 这个文字稿呢 是相当的长的 我就读不完了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里面就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一些个什么内容啊 我所看到的 就是他所强调的呢 是第一 中国呢 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啊 这个会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生活会啊 大家来了以后 我们来共同的来讨论这些事情呢 我们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啊 第二呢 就强调啊 我们这个体制呢 是民主集中制啊 民主集中制啊 集中这两个字啊 不管体现来说呢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领导啊 你任何的你与会的 你们都是啊 一些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呢 你们要发挥这个集中的作用啊 你看到民主的生活会啊 这个民主的渠道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事情啊 你要有一个集中 要拿出来一个正确的决策呀 你要有这个意识呀 然后呢 就是说大家要有这个政治的敏感度啊 你考虑事情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站在政治的这个高度上来考虑这个事情 要有政治的敏感度 要对那些个外部的那些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呢 你要敏感 你要保持一个敏感的神经 你要知道他不怀好意 美国一个劲的要求跟中国进行通话啊 他是善意的吗 他是善意的吗 他说呢啊中国这些呢 这个政策那个政策 这个体制那个体制 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他希望中国强大 还是希望中国弱小 他连自己人民他都不管 他还能管中国人民吗 对不对 他一定要脑子要保持一个清醒啊 另外我看到习近平还提出来说呢 说不要把那些非政治的事件啊 搞成了政治事件了 这是指什么呀 有一些事情呢 他根本就和政治没有关系啊 就被外部势力搞来搞去啊 就成了一个政治的事件 我们一定要有定力啊 中国的你这些个领导人啊 各级政府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 对不对 我一直都说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说经常是有些事情 本来它是一个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 为什么搞来搞去成了一个全党的问题了 为什么搞来搞去成为了一个全中国 全中国政府的问题 甚至搞成了全中国社会的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你处理问题的这些人呢 脑子不好使 你没有一个政治的这个敏感神经 对不对 什么秦刚的事啊 以前的那什么张高丽的事啊 就有好多事了 对不对 那么最近几天呢 又在传了啊 说刘鹤又被抓了 刘鹤能被抓吗 刘鹤如果被抓啊 中国的这些高官啊 如果说被抓的话 就是两方面的原因 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呢就是腐败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来说呢 就是见底啊 被美国给拉下水了 刘鹤啊 他如果说腐败的话啊 现在就才查到他呀 是不是呢 如果说他间谍的话啊 是现在才知道啊 你要知道刘鹤是谁啊 刘鹤一直都是原来习近平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啊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你竟然看到那个镜头里面 习近平到什么地方 身后就跟着一个刘鹤呀 那么前几天的时候 我还看到有人就造言的 刘鹤呢 他因为年龄的原因 对不对 那么他在2022年10月23日以后呢 就等着说就卸任了 就退休了 跟李克强一样 对不对 李克强这事也是啊 本来就是一个去世了啊 然后呢就敞作成一个政治事件 对吧 那么刘鹤呢 是在20届一中全会以后呢 就退休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参加了2023年1月18日召开的 那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呀 那么他在经济论坛的时候 他就说了啊 现在有人说 中国要搞计划经济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 那么他们西方的这些媒体 就开始炒错了 啊这句话呀 是习近平让他说的 习近平让他说的 那这话不是 中国的习近平也好 官媒也好 各种场合也好 中国的这些政治人物 包括李克强 不是一直都在说这话吗 啊 怎么还得到这个达沃斯论坛上 还用习近平去告诉他这么说 他才这么说呀 中国是要搞计划经济吗 对不对 刘鹤现在已经退休了 在家里抱孙子了啊 但是呢 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是还是这个基调吗 啊 改革开放是不会停的 改革的程度只能是越来越高 范围越来越广 深度越来越深吗 不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就是一天到晚的啊 就这么造谣 就是说你从现在说啊 刘鹤被抓起来了 那么你从这点上你来看啊 刘鹤他会是一个间谍吗 就一天到晚的炒作 对不对 没事找事啊 非政治性的事件 炒作成这个政治事件 我们这些国家领导人呢 还不自知 没有一个坚定的意志 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啊 这就是习近平这次讲话 我认为呢 我在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内容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